大家好,这里是佛之人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十一月中旬,福则不断,由穷转富贵,近身的四个生肖 在深秋的季节里,寒风吹拂,树叶随风飘落 正如人生的起起伏伏,这一切都在诉说住 生命的回圈与变化,这个季节,万物凋零,却也孕育住新的希望 正如我们在经历过风雨之后,迎接更加灿烂的阳光 许多人在这个时候,都在寻求新的机会 期待住那改变命运的时刻 就像寒冬过后,必将引来春暖花开 人生中的每一次低谷,都在为下一次高峰积蓄力量 而在这个十一月下旬,有四个生肖如同冬日里的暖阳 照耀住他们的前方,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富贵 他们正悄然翻身,从谷底逐渐走向辉煌 开启了一段崭新的旅程 第一位生肖侯的朋友,到了十一月中旬 喜鹊在门前欢叫,向争助好运即将到来 你的运势就像枯树重新开花,有望彻底改变 过去一个月中缺乏大喜事 求财不顺,麻烦不断的现状 在这个关键时刻,你将迎来一次大赚一笔的良机 为未来的幸福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于部分属猴的朋友来说 虽然事业中可能经历了不少挫折和挑战 但只要你调整好心态,积极行动 就能够迎来新的转机 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扩展人脉 你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广泛和稳固 不出几年,你的事业将会顺风顺水 各方面都将迎来丰收的时刻 十一月中旬之后,你的财运将有显著提升 不仅能在工作上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甚至还有可能在投资或副业上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此时正是你展现实力和才华的最佳时机 不要错过每一个可能 带来财富的机会 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 勇敢面对挑战 你的努力和坚持将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记住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困难,都是通往成功的阶梯 属猴的朋友们相信自己的潜力 未来一定会充满光明和希望 生活也将越来越快乐和充实 愿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抓住机遇 迎接财富和好运的到来 谱写出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第二位生肖马 自古就代表着奔腾与希望 11月中旬开始 正是马生肖朋友的叙事待发之时 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 他们早已对自己的目标 有了清晰的认知 在即将到来的几周内 马朋友的事业将引来新的飞跃 可能是一次重大的升迁 也可能是一个新专案的启动 无论是何种形式 财富便如阳光 洒落在每一个角落 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这样的时刻 就如同花绽放 色彩斑斓 让人心生愉悦 你会发现 事业上的每一步 都充满了动力和希望 那种奔腾向前的力量 将带领你冲破一切阻碍 迎接未来的辉煌 不仅是事业 财运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源源不断的财富将进入你的生活 让你的物质世界 变得更加丰盈和美好 在此期间 你会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顺利与充实 每一个努力都能见到成效 每一个决定都能带来回报 你所积累的人脉资源 将在关键时刻发挥巨大的作用 为你提供宝贵的支持和帮助 那些曾经的困境和挑战 如今都将变成你 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推动你走向更高的巅峰 请相信 这个11月中旬 将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捩点 抓住这段时间 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和智慧 你的努力一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财富和成功正在向你招手 未来的每一天 都将充满希望与光明 愿你在这蓬勃的季节里驰骋疆僵场 马到成功 迎接属于你的无限风光 第三位生肖蛇年出生的人 以内心的智慧与独特的魅力著称 这个11月下旬 蛇人将展现出 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 他们都能够吸引到贵人的关注 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 从而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在职场上 蛇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 将会为他们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使得事业步步高升 那些长期以来的努力和付出 将在这个时候得到丰厚的回报 可能是一项重要的升职 也可能是一个极具潜力的新专案 在这一刻 他们的才华和能力将得到 充分地认可和展示 生活中蛇人的魅力同样不可忽视 他们优雅而自信的气质吸引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贵人 在社交场合中 他们如鱼得水 轻松自如地建立起 有价值的关系网 这些新结石的朋友和贵人 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为蛇人 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立他们实现更大的目标 对于打拼已久的蛇人而言 这一切来之不易 但也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在财富的路上 他们以独特的眼光与智慧 闯出了一片天地 塑造了一个更加丰富的自己 他们懂得在恰当的时机 进行投资和理财 以稳健的方式积累财富 在未来的岁月里 他们的财务状况将愈发稳固 生活也将愈发充实和幸福 在这个十一月下旬 蛇人不仅能在事业上大放异彩 财富积累也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他们的智慧与魅力正如一颗明珠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闪耀出 璀璨的光芒 愿每一个蛇年出生的人 都能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第四位 生肖猪 属猪的人乐观向上 总是能够用一颗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十一月中旬 他们将迎来一段幸福满意的时期 无论是事业上的成功 还是家庭生活的和谐 都让属猪的人感到 无比的幸福与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 属猪的人学会了如何更加自信地 去面对生活中的 每一个困难与挫折 在事业上 属猪的人将迎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突破 他们的努力和才华 终于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认可 可能会获得一次重要的升迁 或一项具有挑战性的新任务 评级他们的智慧和勤奋 这些机会将成为他们 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属猪的人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用坚定的步伐不断前进 每一步都踏实而有力 逐渐走向事业的巅峰 家庭生活方面 属猪的人也将体验到 前所未有的和谐美满 他们懂得如何用爱 和关怀去经营家庭 与家人之间的关系 更加紧密和融洽 无论是伴侣之间的默契配合 还是与孩子之间的亲密互动 都是他们幸福生活的重要来源 这个十一月中旬 属猪的人将享受到 家庭的温暖或支持 这种幸福感将为他们带来 无尽的动力和力量 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困难与挫折 属猪的人用自己的乐观与坚韧 赢得了周围人的喜爱与尊重 他们总是以积极的态度 迎接每一天的挑战 从不轻易被困难打倒 这种乐观和坚韧的品质 不仅让他们在生活中 收获了成功和幸福 也让他们的心态愈发平和自信 他们的生活从曾经的 穷困逐渐走向富裕 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 更是心灵上的充实和满足 属猪的人明白 财富不仅仅是金钱的积累 更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 他们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十一月中旬 属猪的人将迎来人生中的 又一个高峰期 他们的乐观和坚韧将继续 指引他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愿每一个属猪的人 都能在这段幸福满意的时期里 收获更多的成功和喜悦 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十一月对于上述四个生效而言 无疑是好运的象征 与财富的契机 命运总是一种 难以捉摸的方式与努力同行 也许是在每一个 看似平常的日子里 都潜藏住意想不到的伟大时刻 愿所有生效的朋友们 在这个丰收的季节里 不论是世事还是生活 都能够如愿而至 恨财品再现辉煌 那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笑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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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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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